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编号第七号 今天我要演说的题目是 如果世界没有手机 如果世界没有手机 手机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人手一击,从早滑到晚 起床先看手机 上班休息的重挡滑 工作时滑 吃饭时食不知味的滑 过马路时滑 到了晚上,该睡觉了,还在恋恋不舍的滑 工作、学习、娱乐、交友、购物 样样离开手机的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手机 你的生活会变得如何 最好的改变之一,应该是近视的小朋友明显变少了吧 少了手机这个选项 课外读物变成了大多数小朋友的首选 在阅读风气盛行之下,人人爱书、读书,增长了见闻 少了手机霸占各位爸爸妈妈 家长们有时间倾听小孩的心事和烦恼了 沟通多了,亲体间的隔阂自然变少 多了时间走出户外,出游也罢,运动也好 强健的体魄,愉悦了身心 人们走路,开车,不再只顾着低头看荧幕 车货变少了 邻里间见面互打招呼,关心目凌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朋友间不再只隔着荧幕发送赤赤花的天主 情感变好了 可是再仔细想想,这所有的一切改变 只因为没有了手机吗? 以人类追求生活便利和科技的日新学义来看 如果没有了手机,自然会发明出别的替代用品 也许是手表变成万人的 可以工作,上网,打电话,收发信件,玩电玩 也许是帽子,眼镜,拉链,扭扣等等 都有可能拥有现在手机的种种功能 那么,如果你没有改变你的生活 这个世界有没有手机会有差别吗? 没有手机的种种好处 你可以在拥有手机便利生活的同事一併拥有 前提是请学会对自己人生时间的应用 工作 学习,娱乐的时间分开 自制而不过度成一 在对的时间作对的是 那么,这个世界有没有手机 你都不受影响 希望每个人都能不被手机缆架时间 那么,这个世界有没有手机 你都会是人生的赢家 我的演说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